ober Akt 王 李彦 拳 banda comparison 小天全愿意戴主人挨敞一泉 你跟我上开 hat so good 主人 他要是用尽全力 就算你不死 也一定会法力尽尸的 只要小天全不死 就一定和主人同进同退 你对我怎么就没这么忠诚呢 你不是我真正的主人 我不能因为受了你两年的恩惠 我就背叛我真正的主人呢 那你也不该猜我的脸 我打你一拳不算过分 就让你在前面顶着 你让开 别推我主人 再推我我就死在你面前了 如果问 演艺圈里谁在像狗 你会想起你为演员 是与牛头耿如出一辙的孙宏雷 还是和柴犬心神皆似的黄波 相信 很多人都已经不由自主地 说出了各自所想的名字 但如果再问一个问题 影视剧里 谁演的最像狗 那答案只有一个 陈创 提起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还一头雾水 可只要说出笑天犬三个字 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不知在多少80后90后 乃至00后的记忆中 宝莲灯里笑天犬的形象 还依旧历历在目 他那乱糟糟的头发 挺翘的鼻头 还有每次闻东西时的小表情 简直就是像狗的具象化 让人一眼难忘 除此之外 他与焦恩俊饰演的二郎神之间的 羁绊与日常相处 也在不少观众脑海中 留下了深刻印象 都说演人难 其实 演动物更难 这么多年以来 能把动物演得如此 深入人心的演员 寥寥无几 也正是因为这样 大家记不得陈创 只记得个挥鞋 具有忠心耿耿的笑天犬 但作为演员的陈创 真的只适合演狗吗 并非如此 如果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 来形容它 那便是剧抛脸 大家或许认识 《魔幻手机》里的黄梅大王 家有儿女里的马拉拉 搭坐车里的房三 以及 法医勤名之独心者里的张华 可一旦出了剧 就很难把他们联系起来 其实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种原因 一方面 这些角色形象与性格各异 几乎没有共同点 另一方面 他们的戏粉都不算多 俗称跑龙套 在陈创的演艺生涯里 主角就像是万花丛中一点绿 鲜少有枝 而配角 却如雨后春笋般 不断涌现 甚至 很多时候都是那些没有名字 只有乞丐警察等等 以职业命名的甲乙丙丁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陈创曾经也是难得的三料影帝 2014年 他凭借主演的电影 孔二皮进城记 展获了第21届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最佳低成本电影男演员 第21届大学生电影节 低成本电影最佳男演员奖 和第14届 电视电影百合奖 优秀男演员奖 由此可见 陈创是个妥妥的实力派演员 而他这么多年之所以积极无名 只不过是少了一些抗拒的角色 最近 陈创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各大媒体平台中 但被讨论的角色 不再是笑天犬 而是唐朝鬼是陆里的废基师 看剧时 不少观众都被这位可爱的老顽童 吸引了目光 他整天穿着破烂衣裳 喜欢喝酒和吃鸡 如果没人给他花钱买鸡 就会想办法去偷 而他每次出现时 彼此也总是红彤彤的 似乎还没从酒里醒过来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 与卢林峰结缘后 他就把对方当成了长期饭票 表示 为他治病不需要酬劳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每天都能吃到鸡 不过 废基师并非是无用的龙套 反而有着最强辅助之称 他拥有高烧的医术 不仅会在关键时刻及时出现 也能帮主角疗愈各种伤口 在剧里占有重要地位 这个集孩子气 贪吃 洒脱于一体的角色 演起来并不容易 但陈创却把他刻画得淋漓尽致 甚至 一度抢过了主角的风筒 也难怪观众能喜欢上他了 然而 无论是17年前的笑天犬 还是现在的飞机师 其实 都与陈创本人 大相径庭 1974年 陈创 出生于江西章树的一个曲艺世家 他的父母 原先都是戏曲艳院 后来 母亲转行当了老师 父亲则继续坚持从事这门职业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之下 陈创自小就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别的孩子还在滚泥潭 挖鸟窝时 他便经常去戏台看父亲唱戏 并且 渐渐学会了曲艺 快版和武术 这些戏曲相关技能 到了七岁时 他就已经能登台唱戏了 但与台上花哨张扬的戏绝不同 下了台 陈创就是个内向的小孩 上小学时 他读的是半日制学校 一天只上半天课 原本这对于孩子们来说 简直是天赐良机 可陈创放学回家后 却主动要求母亲把门锁上 没有像其他同龄人一样追逐玩乐 对此 陈母还觉得难以置信 因为这个年纪的小孩 正是最贪玩的时候 而陈创不以为然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写作业也好 做手工也罢 一个人 就能过得非常开心 之后 就如所有人想的那样 陈创继续朝着戏剧方向发展 就连初中上的 也是细校 那时候 他原本以为 自己接下来就是考取中国戏剧学院 慢慢继承父亲的一波 可遗憾的是 因为青春期倒仓 他的嗓子条件开始变差 高音上不去 低音也不行 因此 文系都不愿意找他 最后只有一位武器的老师可怜他 让他练了个不太需要唱的戏剧 此次 陈创的戏曲之梦 便破碎了 但唱不了戏 难道还演不了戏吗 于是 他整而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1994年 20岁的陈创 如愿成为了北电表演系的学生 而当时和他同班的 还有如今耳熟能详的三大美女 蒋琴琴 金巧巧 陈子涵 大概也是从这时候起 陈创真正感受到了自己外形上的劣势 作为同一届学生 几位美女入学后 就不断收到偏约 早早开始了演艺生涯 与此同时 相貌频频的陈创 却无气可言 只能默默跟着老师学习 但即便这样 陈创并没有气馁 反而觉得 如果没有足够的优势 就要更加努力 因此 当他听到老师说 成绩优秀者可以转入本科继续学习时 内心便安自下定了决心 之后 就因为老师的这一句口头承诺 他每天坚持找到课堂 从不缺勤 全力完成每一项作业和任务 渐渐成为了 全学院最努力的学生之一 或许 老师也正是被这样的真诚所打动 把原本激励学生的空头支票 变成了实际名额 不过 只有两年以来 综合排名第一的人才能获得 而这个人 正好就是陈创 就这样 陈创成为了院里 极少数直接升到本科的学生 留下了历史性的异品 可学习是顺了 更重要的演绎之路 却依旧属于迷茫之中 看不到一丝光明 这时 张国立的出现 扭转了局面 1997年 陈创客串电视剧《微情时刻》 并因此结识了作为主演的张国立 虽然当时陈创的戏份并不多 但张国立还是看到了他的演技 对他颇为赏识 之后 张国立就开始带着陈创一起拍戏 帮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临近毕业时 陈创根本找不到戏牌 而张国立得知这件事后 直接让他去自己的剧组客串 说到 多的给不了 少的还给不了嘛 于是 陈创便在《康熙微服四访》系列里 一连饰演了四种不同角色 维持了基本温饱 但陈创知道 自己不可能靠着张国立的帮助过火 因此 毕业后 他先是报考了剧团 然而 或许是因为形象不够 再加上没有人脉 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随后 他住进了德胜门的一处筒子楼里 没有暖气 可就在那个冬天 他接了个清朝戏 西洋境 当时 剧组并不会给底层演员提供住处 他顶着个光头 夜里怕冷 就只能戴着毛线帽子睡觉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陈创辗转于各个剧组 好的时候 能当上戏份不多 但有特色的小配角 而不好的时候 就是连个名字都没有的 甲乙丙丁 渐渐的 陈创开始对跑龙套的生活 感到迷茫 每次即便是再小的角色 他都会尽力演好 可自己这么努力 换来的 却是越来越少的演戏机会 这个时候 还是张国立拉了他一把 彼时 正值宝连灯演员招募 因此 陈创去探班张国立 旁边的一位化妆师 突然觉得陈创的心香 很符合笑天犬一觉 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可陈创内心有些抗拒 没有人演就算了 竟然还要演一条狗 而张国立了解情况后 历见他接下这个角色 表示 作为一名专业演员 如果连狗都演不好 怎么演人 听完这番话 陈创恍然大悟 便答应了下来 为了能演好笑天犬 他开始时不时观察路边的流浪狗 他们怎么喝水 怎么吃饭 甚至怎么闻东西 他都看得非常仔细 必要的时候 他会把相关内容给记录下来 开拍之后 陈创吃了不少苦头 由于角色要一直穿着黑色紧身衣 不方便上厕所 他为了不妨碍拍摄进度 只能一直忍着不喝水 实在口干舌燥了 就用沾水的棉签 弄湿嘴唇 好在 最后的结果没有辜负陈创的付出 宝莲灯播出后 直接打破央视八套历史最高收视记录 一举拿下了当年的收视第一 而随着宝莲灯大爆 人们也记住了这个 无论是神态 肢体动作 还是细节 都与真狗相差无几的角色形象 如果说 宝莲灯 是陈创演绎事业的转折点 那么 福贵 则是他真正开始收获 口碑与认可的一部立作 说起来 陈创当上主角福贵的故事 还有些波折 头一年 他在龙票里 饰演一个非常不浅的小角色 但当时一味场记却注意到了他 还把电话留给陈创 表示以后如果有什么机会 就会为他引荐 之后 就在陈创拍摄宝莲灯时 他打电话过来说 活着 要拍电视剧版了 他觉得他很合适 于是 在这位场记姐姐的印件下 剧方见到了陈创 陈创演技好 形象也适合福贵 可唯一的缺点 就是咖位太低 要知道 活着并不是什么小IP 以前的电影版 还是由葛优和龚立这种 业内顶尖演员来饰演的 同时 葛优更是凭借福贵这个角色 拿下了嘎那影帝 足以见其分量之重 因此 剧组一开始找的都是江文 王志文这种圈内大咖 可惜的是 福贵身材偏向瘦弱 两位演员都不太适合 可于华见到陈创第一眼 就认定 他是福贵的不二人选 随后 在多方力鉴下 陈创终于拿到了这个角色 但当选是一回事 演戏 又是另一回事了 福贵是个命运多舛的小人物 他这一生 不仅经历了家道中落 还要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 因此 想要演出他身上的复杂性和年龄跨度 对演技是个极大的考验 而为了能感受福贵所经历的悲欢离合 陈创直接把自己关了整整一个星期 直到顿雾时才肯出来 拍摄期间 陈创更是全身心投入其中 有时 连做梦都会梦到开机 然后突然进行找机器 一次 在拍摄儿子去世的那场戏时 由于情绪过度激动 他一路生死力竭 差点跑得断气 导演喊停后 他便一下子瘫坐在地 缓了几十分钟才缓过来 可以说 陈创完全把自己带入了福贵 跟着他一起从少年慢慢老去 从万千宠爱沦落 到孤苦无依 于是 拍摄结束后的那段时间 他仍然沉浸在这样悲惨的世界里 久久无法释怀 2005年 福贵正式播出 成为了陈创演艺生涯中 第一个主演 以及评分最高的作品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虽然凭借这部剧 陈创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戏牌 可找上来的 却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配角 对于这种境遇 陈创即便心有不甘 但也不过多埋怨 他相信 只要自己好好演戏 总有一天 能被更多人看到 接下来几年里 陈创又陆续参演了不少作品 比如 魔幻手机 宝帘灯前站 淘气包马小跳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枪火等等 或搞怪 活泼 或痴情 邪恶 他从不介绍角色的好坏 而是努力把每个人物 都诠释出不同的特色 于是 在大家还未注意到的时候 他就这样默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到了2013年 陈创终于迎来了事业最辉煌的阶段 孔二皮进城际 在这部讲述小人物故事的电影中 陈创用细腻的表演 打动了无数观众 因此 他当之无愧地 拿下了当年的三个奖项 成为了三料影帝 所谓大气晚成 领奖时 陈创已经40岁了 对此 他感慨颇深 弹纸一挥间 没有想到 宝连灯的观众们 都已经上大学了 看到你们的成长 特别高兴 不敢说 是陪着你们长大的 但是 我愿意 用我的表演和作品 陪着你们慢慢地变老 他还特别感谢了张国立老师 表示没有他 也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陈创为人低调 也懂得感恩 本应该是最受人尊敬的一类演员 然而 当时正好是流量开始盛行的年代 他即使拿到了这么多奖项 却依然遭到了媒体的冷遇 在后台采访环节 工作人员让媒体自由体问 陈创便抱着奖杯站在最前面 耐心地等待 结果没想到 现场一片安静 竟然没有一位媒体提出问题 片刻后 陈创只能挥挥手 算了 先走了 其实 陈创也不是没有野心 可再强烈的欲望 也会被这样的现实一点点浇灭 最后形成不争不强的性子 于是 当资本富士的巨星 流量 爱豆 不断涌现时 陈创依旧默默地穿梭于各大剧组 他也渐渐接受了自己的现状 只要有戏找他 他就愿意演 毕竟 能干着喜欢的事情 已经是幸运了 当然 如果能有好剧本 以及更多的戏份 他高兴都来不及 但如果是差些的本子 他就尽可能演得不那么烂 所以 在后来这些质量 参丝不齐的作品里 他既当过客串 主演 也演过戏份不多 但分量较重的配角 其中 动画真人情景剧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以及电影 不期而遇的夏天 算是他近几年最主要的作品 如今 陈创已经48岁了 虽然依旧不温不火 但仍然勤勤恳恳地演着戏 他就像是浮躁世界里 少有的那片静谜之地 这么多年以来 不仅很少参加综艺 也从来不会利用各种事件 炒作自己 而在流量明星不断爆出 天价片酬 耍大牌 以及多种负面新闻的现在 他除了一次短暂的时期外 基本都是一个人进组 一个人开工 一个人敢通告 很少享受助理的服务 到了片场 他更是没有一点明星架子 只是安安静静地演戏 然后安安静静地离开 不会主动要求任何优待 甚至 夏天很多时候 他都是直接在 没有空调的棚子里吃饭 即便吃得满头大汗 日常生活中 他也始终保持着 从年少延续至今的传统爱好 比如听戏 唱戏 练书法 高兴时 他还会把自己唱戏的视频 和书法作品 分享到网上 这样看起来 他似乎过得安逸又自在 可如果问他遗憾嘛 他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 如今这个时代 演员想要拿到好剧本 好角色 基本离不开自身的热度和咖位 因此 演艺圈的资源 总是会落入那些年轻流量手中 但就如你我所见 来得太过容易的东西 往往不会被珍惜 像滥用替身 过度营销 数字台词这样的例子 比比皆是 行业乱象太过普遍 就算温和如陈创 也无奈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只要会说话就能演习 面对那些年轻演员 他曾真诚地 想要帮忙提升他们的演技 可当他指出对方哪里有问题时 对方的眼神 前台词 都透露出了内心的不屑 是啊 人家演技再不好 也当了主角 而他 只不过是个小配角 让他印象最深的 是一次和其他演员 围在一起吃饭的戏 当时 对方需要过来大闹一场 结果开拍后 他就待在那里 干巴巴地说着台词 剑装 陈创便提醒他 是否可以稍微调度一下 走动走动 这样画面也好看 没想到 对方却皱起眉头 真的要吗 在此 陈创彻底妥气 你说这个 这完全是为他好的呀 对吧 我毫无坏心啊 好吧好吧 随便 就戏在你身上 也不在我身上 我 我何必惹 惹你不高兴呢 何必呢 这个行业都变成这样了 就是退而求其次 不行差一点 也行吧 也没别的演呢 就演这个吧 其实 他原本也能遇到好机会 但因为不爱结交的性格 那些潜在的可能都流失了 以前 他作为一部短剧的执行导演时 曾和一位场记聊得甚欢 不过剧组解散后 他就再也没联系过对方 而现在 那位叫宁浩的场记 已经蜕变成了大导演 大监制 像我不是药神 急急笨小孩 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 都出自他的名下 还有一次 他去客栈 向阳理发店的一个小角色 拍完后 导演认为他演得不错 就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他 表示有事可以联系 可陈创依旧如初 再也没找过对方 后来 这位导演拍摄了《武林外传》 一举成名 说不可及是假的 说起这些事 陈创还有些难以忘怀 但他就是这样 不善交际 也很少依赖别人 尤其当最敬爱的父亲去世后 他更少向外倾诉真正的心事了 在演艺圈摸爬滚打这二十多年 他演过上百种角色 然而 如果要问他哪一个角色 和自己最像 那必定是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理的夏博文 夏博文 是个纯粹的悲剧性人物 怯懦 悲观 自卑 陈创认为 他就是另一个自己 但这种性格 难道就是坏事吗 我觉得不然 正是因为不像别人那样 急于追求名利 他才能静下心来钻研演技 把小人物 饰演得细致入微 才能成为如今的陈创 成为娱乐圈中的最后一股清流 纵观每年层出不穷的人气新人们 可能根本找不出几个这样的演员 会唱戏 口条顺 就连各种方言 也能说得地地叨叨的 挑不出一点毛病 你让他演喜剧 他就完全丢掉包袱 你让他演悲剧 他就悲愁垂涕 无论是神态 肢体 还是语气 都能让你分分钟入戏 并且产生共鸣 他的存在 就像是夜空里 一颗普通的星星 虽然不够突出 却始终在某个地方 一一生灰着 他不奢望所有人 都记得一个叫陈创的演员 只期待走在路上时 能遇到说出自己角色的路人 对他来说 这样 编译足够 陈创曾唱过京剧唱段 平生稚气运未通 但我希望 这个真诚却有些执拗的演员 以后能气欲通平 至少 走得再远 再高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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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